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想到 这书香门第 累世观幻 竟然宠妾灭妻到如此地步 我恨造化弄人 只能作为你的妻子 我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吃一点点我挡住的 你连口吃的都不给 谁叫大娘子像你这样 魏淑毅 他也敢来缩败我的事 怎么 瞧着林小娘受宠 仗着女儿出回风头 也想骑到我头上来了 你们盛家真是一招龙在天 烦土脚下泥啊 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 洗手与你家作妾吧 王氏呢 说话也好 是做事情也好 会失体统 就离盛红的这种价值标准呢 有可能会觉得还是有距离 虽然她是嫡妻 是正氏 是大娘子 但是她很多时候也是目光短浅 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抓住盛红的心 盛红不喜欢什么 她偏偏要说什么 咱们盛家的女儿能得她的教导 那真是天大的福分 既如此 那就应该雨露均沾 绝不能后此薄比才是 究竟谁后此薄比 家里敌数正邪 颠倒几十年了 如今莫莫来教规矩 那是将来嫁入王侯富贵人家才用得上的 本就只有如兰才有资格去听 那明兰是沾母亲的光 那莫兰是沾谁的光 林青少那 你住口 你端正也是做大娘子的 你怎么口声如此恶毒 你不肯容人哪 那莫兰究竟也是我盛家的女儿 王若福 大娘子 她没有什么心机 当然她在小娘眼里是一个愚蠢的人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找不死她 害得我管家权也丢了 手段不多 有贼心 有贼胆 但是没有实际操作的能力 本来都是自己掌握了主动权的 结果到最后还是弄砸了 一两千银钞的田地铺子 你万都不问 拿出去与人密室私会 你敢说你不是席卷信任同仁私奔 哎呀 舅母娘子 我 我早就已经发誓 不会将你把贡猪的钱拿去帮殷子钱 来补贴娘家的事情告诉洪老 你为何非要这样逼我 什么 你什么时候还说这种话 什么殷子钱 没 没什么 这个戏里边老太太曾经说过这个王氏 说他从小生活得太好了 被交通坏了 不懂得忍让 示弱 然后也不懂得平衡 协制 所以说他在这一个家庭的这种关系当中 就会引起很多的这种家庭的矛盾 听完主角回府 气身甚是惦记 风哥哥是思念父亲 苦苦要求让我带他来 只求见上父亲里面变安心了 这儿哪有女的 出去 林小娘老是看不上这个大娘子所做的一些事情 就认为我才应该做圣家的猪母娘子 我如果论出身我没有你好 但是我的能力比你强 所以两个人才会一直在斗 斗了很多年 林小娘这个角色她比较温柔 她比较漂亮 比较会洞察男人的内心 圣红在她身上所要的就是 满足自己的私欲的东西 美人常有 可是像你这样满腹才华 善解人意的美人 这不常有 随着圣红对小娘的宠爱有加 小娘慢慢慢慢就有点 可以说是得寸进尺吧 好了 你说 大娘子 是不是因我得宠而增恨郎君 所以才不让孟儿去听训的呀 她还做不了我的主 是呢 但是这家里还是红狼做主当家的 记得我跟王一南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她比喻的也很形象 林小娘呢像一只孔雀 展示着自己美丽的羽毛 然后我最美我最美 是这样的 林小娘天天觉得说 我只要抓住了男人的心 然后我一切都会心想事成 其实也不是 她家的这个男人 虽然很喜欢她 但是从圣红那个角度来讲 就是觉得你损害了我家族 我本人的名声和利益 还是会把她抛弃 其实我都觉得 她也是一个出身 挺不好的一个女人 她的争宠 无非就是过上好日子吗 可能古代存在敌数尊卑 但是如果这些个人 都比较正直的话 也不会出什么事 想传达的是 为人一定要正直 默儿在祠堂归了三天 我吃不喝 刚刚运过去了 沟露的一点 就是她怎么演戏 不管是演生气 还是演这个爆发的血 还是演平常生活的 生活流的状态 她都能够不失温柔 她说什么话 她为了体现温柔感 或者说区别于 王室的一个状态 她会把自己的胯都用上 她说我这胯就这么拧着 拧完了之后 一说话就变成了 做一个樱桃 又一个樱桃 什么叫咬樱桃啊 就给自己设计吧 这个女傻娘可以上位的 我刚才没站起了过 都不这样 就歪着 然后就可是这样的 你一说吧 高露她特别地温柔 人特别地好 特别善良 但是她却演一个 这么坏的 这么有心机的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她说 她都挺恨她自己的 那种样子的 我对洪浪真的是一片知心 求姐姐宽厚待我 让我放尊之地吧 姐姐求求你了 姐姐我到你身上 你觉得靠谱吗 姐姐我求求你了 进步 快快快快快 你不要吵我 好双儿 双儿 我怎么抱你啊 快快快 快快 快叫郎中 叫郎中 你不能打把手啊你 你这个狠心的人 我看这剧本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王室 她这样的一个 家里的主母 她又要拿出一个 大家闺秀的范儿 然后又要有一种 挥鞋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有一点难度的 王室这个角色 实在不好演 就是要演出喜感 和现实性来 你怎么就 那个永长伯爵娘子 是最爱张罗婚事奄远的 年轮如人在她面前 设大力一数 你就这么情意忘过了 不好好教训教训 日后传扬出去 哪有什么好人家来一亲呢 这个道理你都不走吗 大娘子特别可爱 她跟我爹在一起 他们俩的戏就特别生动 大坡也好 或者怎么样 不招人烦 因为其实剧本里面 给予的大娘子 就是蠢啊 但是她演的 把那个喜剧的大娘子 那个特点 就给演出来了 我就觉得特别好 其实我很感谢导演 他们可以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来去饰演 像林小娘这样的角色 其实这个生活 就像做梦一样 谁也没有真正的经历过 谁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的人 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凭着自己的想象 拍了七个月 这么长的时间 你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 你不能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 挺辛苦的一个过程 说到心理呢 虽然说这个人物呢 并不完全的那么的美好 但是我演得非常的开心